我覺得最有意思的就是 你就一直在跟自己對話 你必須告訴自己你要跑得完 你想要把它跑完 四個半小時 五個小時 其實已經跑到我肝腸寸斷了 而且跑到後面 很孤獨 的確很孤獨 就練習跟自己對話 可是平常在工作上 你沒有這個機會的 所以我很享受這段過程 我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沒有運動 沒有規律的運動 我年輕的時候只喜歡看球賽而已 我連打高爾夫球都覺得很懶 我是在決定要跑步的前半年 先把菸戒了 我抽了30年的菸 我那時候想說我能不能戒菸 我就把菸戒了 果然我還戒成了 然後我就想說我能不能跑步 然後就我真的是回來那一年 2014年1月份開始上班的時候 開始跑 因為以前會走嘛 每天走五公里 但跑的時候發現完全不一樣 跑一百公尺就 就已經氣喘如牛了 我記得我第一個月就只能持續跑一公里 然後第二個月持續跑兩公里 然後第三個月我持續跑三公里的時候 我跟我一個在Nike的朋友一塊吃飯 我很興奮跟他講說我現在可以跑三公里了 他跟我笑著說這是他們平常運動的熱身 可是那對我來講已經是人生一個很大的突破了 有一個半馬培訓班 我就去參加那個半馬培訓班 他是每個禮拜六早上五點鐘開課 冬天啊 11月 12月 我連續參加了十週 所以那個時候就開始 那個時候才是真正愛上了去跑馬拉松這件事情 我覺得跑步最好真的是 你至少有一個小時很完整的一個小時 你是不會有任何人來干擾你的 你自己從出門熱身 熱身到開始跑步到收抄 回到家我最少都要一個小時 很安靜的時光我覺得不容易 因為你從上班開始大概8點40分開始 你就有你要看Email你要打電話 然後9點鐘開始就一堆的會議 前天晚上因為開會一整天下來很多事情想要罵人 幹嘛的群裡面很多不爽的地方 上班 always有不爽對吧 偶爾跟公關也有不爽的時候對吧 第二天早上跑步的時候 罵一罵自己罵一罵就罵完了 上班就完全忘了這些事情 馬拉松這件事情 你說我的目標是什麼 我不可能去跑奧運啊 對吧 我的目標就是我希望我能夠健康的 去 去好幾個我想要的城市把它跑完 好那就會 你就會想自己一步一步的去安排 問我為什麼要跑馬拉松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好玩 就是你在工作上 你看我已經工作二十幾年快三十年 你在工作上你會碰到貴人 會幫助你 那偶爾你會碰到小人 對吧 讓你的職業生涯可能會有一些阻礙 偶爾時都會這樣子 可是只有跑馬拉松這件事情 沒有人能夠幫你 沒有人能夠阻礙你 你只能靠自己 你只能小時候 走到貴人 再次回應 快點 不時